看到的 檢太郎秘書長 還有相關的各部會的這些官員 尤其是檢太郎秘書長 他在二十幾天 就要離開了嘛 在二十幾天 我現在要問他 到底是要問他 還是要問柯總召 還是要這個對面柯總召 這都是一個很奇怪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是認為 今天不應該安排來巡打 所以希望能夠先召開相關的公聽會 再來安排 那至於今天我看了這個 促進轉席正義條例的 相關的條文的內容 對原住民族而言 看了真的是 要怎麼形容 非常非常的無奈 蔡英文 總統當選人 馬上就要當總統 當初她在選舉的時候 說要跟原住民族道歉 真的要道歉 為什麼呢 這裡面完全沒有原住民族的 轉型正義的 相關的這些條文 最該被轉型正義的 最該要解決的轉型正義 就是原住民族 因為 是中華民國這個國家 以及包括中華民國以前的日本 日本以前的清朝 一直到之前的相關的這些統治 對於原住民族無論是文化 尤其是土地 尤其是土地 大家都很清楚 有土牛 那個什麼土牛界線 日記時代也有一個所謂的翻地 那個面積之大 以現在的所謂的26萬公頃 的原住民保留地 是差距何其之大 而現在的26多公頃的原住民保留地 原住民實際使用的才14公頃 其他的多是政府機關在使用 拨用什麼什麼 很多的名目 而相關平地原住民族的土地 或者是相關的都沒有 因為國有財源法規定 中華民國的法律 國有財源法規定 我們原住民沒有去登記的土地 就視為國有土地 為什麼沒有登記 就原住民族而言 這本來就是我的 我幹嘛要去登記 早期都是這樣 結果土地總登記之後 我們的土地全部都變成國有土地 現在要弄什麼 政化邊保留地弄了很多年 但是仍然是沒有一個很好的結果 所以原住民族的相關的土地 更是需要來轉型爭議 以上 好 謝謝 我們接下來請林立產委員 林立產委員 林立產委員不在 我們請葉宜金委員 葉宜金委員 葉宜金委員不在 請柯建民委員 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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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國民黨的集體發言 我看是這一屆